搭訕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交往策略 我覺得不是 因為我覺得突然 在路上遇到的話都會覺得很怪 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方式啦 最重要這個東西要能夠成立是必須建立在 你不要一開始就帶有一個具有目標性的策略 男女奇葩事情多 歡迎來到誠實說 我是台誠 我是小蘭 小蘭最近年關將至 大家即將要進入這個連假時間對不對 沒錯 那說到連假的時候 在路上就是特別多的人潮 像我們最近去西門町有沒有 人幾人 那今天呢 我們男女誠實說 就想要討論一件事情 搭訕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交往策略 那如果是的話呢 等一下再請分享一下 那你的觀點是什麼啦 那你覺得是嗎 我覺得不是 因為我覺得突然 在路上遇到的話都會覺得 很怪 就是很尷尬 現在的人都比較色孔一點 對就是突然遇到陌生人家會覺得不太舒服 當時確實有點尷尬啦 那我自己的觀點是覺得說 其實搭訕呢 就帶有一點浪漫的想像了啦 因為很多人會在電影裡頭 比較老派的愛情電影啊 那個時候網路不發達 大家書信來往啊 就有比友的年代有沒有 像我爸爸媽媽那年代啊 有時候就是旅行看隊員了 就忍不住想去跟對方要個簡單的聯絡方式 現在其實很多人的搭訕 也幾乎就是只是要個LINE 要個IG 我是不覺得這個是一個不好的行為 但我自己認為 比較合理的搭訕策略方向會是 你們初步認識 你對這個人 假設我對小蘭有興趣的話 那我跟你要個聯絡方式一例 後續我們可以進行聯繫啊 或是深入的了解彼此 那也許你不給我 那你算是一個委婉的拒絕了 那我就不會再深入的去跟你窮追猛打 很多人可能會對大家有陰影 就是因為太多的人 會選擇窮追猛打 他可能覺得說對方願意回應我了 你停下來就算是一種回應 代表說我有機會 有的時候只是不好意思拒絕而已 沒有錯啊 因為台灣人還是比較多理一點 至於搭訕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策略方式 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方式啊 最重要這個東西要能夠成立 是必須建立在 你不要一開始就帶有一個 具有目標性的策略 不然的話 你很容易陷入一個得失心非常重的狀況下 有些人就會因此更小燈熟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這是女生害怕的事情 沒錯 就是很怕說 因為這個拒絕會導致男生呢 選擇更激進的手段去傷害女性 那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搭訕會讓人覺得如此之冒犯的原因啊 那不知道觀眾朋友們 你們覺得搭訕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策略方式呢 說到這個戀愛的緣分呢 大家都知道嘛 電影裡頭很常有那種情節就是 這些都是命中注定 所謂命定論在這個兩性感情之中啊 甚至大家的愛情之中應該都扮演著一個很浪漫的想像 有像我以前就問過我朋友啊 你相信一見鍾情嗎 那小蘭我也就問你 你相信嗎 我 小時候相信 小時候相信看著我就不相信了 沒有啦 確實啊 就是韓劇跟那種各種偶像劇都會對你有造成這種影響 沒有錯 像最近幾年比較紅的那幾部韓劇包含愛的迫降啊 那種一見面就覺得這個人就是我命中注定的愛人啦 那今天這個新聞呢 第一則新聞就是跟這個命中注定有點關聯啦 因為這個堪比電影情節啦 這一對來自國外的愛侶呢 他們在因緣際會之下就是 他們交往了一段時間後發現了一張照片 那這張照片12年前就是他們兩個還不認識彼此的時刻 在這張照片裡頭發現男朋友的背景 竟然出現了女朋友的身影 哎呀原來這個男朋友呢 在一次的度假旅遊之中啊 朋友合拍了一張這個合照 那這個團體照後面剛好路過一個路人 而這個路人正是12年後啊 和他成為連理的這個女朋友 我起雞皮疙瘩 沒錯 所謂這個巧合就是這麼的誇張有沒有 可惜的是12年前他們可能還沒有相遇 那這個女朋友就發文說啊 哎12年前他們不相遇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女生來說 當時候的她還年輕還很衝動 非對很多事情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也導致很多感情上的挫敗 而因为辗转经历很多事情 在多年后啊 遇到现在这位男生呢 才能够用更成熟 更温柔的态度 去面对这段感情 那男朋友也是很感谢 就是老天然后上帝 可以给他这么样一份奇妙的缘分 你自己这样子 有朋友有这样类型的故事吗 是没有 但是其实我自己还蛮容易去想说 会不会其实在某一个时间点 我跟对方其实有遇见过 好那有没有观众朋友 有这样类似的交往情绪者 或是你的伴侣也是有让你一致的钟情 或是密宗初恋的感觉呢 可以在底下告诉我吗 好我们开始下一则新闻 小来你知道吗 很多人啊 都是伴侣在结婚交往之后 或同居之后发现对方 放屁很臭啊 或是打嗝很臭啊 就是关于气味啊 非常受不了 没错 那今天这个新闻呢 其实不是说发生在这感情关系里头 这个在一个航班啦 就是有一位这个外国乘客啦 他忍不住呢 因为毕竟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头 然后可能在等待飞机起飞之前 又吃了太多东西啊 导致呢 他的屁呢 接连不断啊 放的屁又臭又浓啊 三旁的这个乘客整个就是受不了了 就集体就跟他抗议说 哎不是耶 现在你也太臭了吧 这也是一个密闭空间 你不要这么缺德嘛 放屁的当事人就跟他讲说 怒呛回去说 你们也太出炉了吧 我就是忍不住 这些身体正常反应啊 但是呢乘客们不能接受他这个说法 于是呢 就展开了强烈的抗议啊 这个两方都不退让嘛 那这空服员最后呢 就只能选择啊 把这个放屁的先生 先带离这个航班 他被带离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 你先生后来也开始进行 非常激烈的延迟交锋 甚至有一点 已经要大打出手的氛围出现啊 这个先生这个事也是 对自己的屁啊 非常的骄傲啊 完全不退让的 正常人应该就已经在道歉了 但是他完全就是没有这个打算 那他在吵架的时候 被屁还是继续咕咕咕 就是一边用化学魔法攻击 然后一边用言语攻击 有可能就同时进行 那这个先生后来就被带走了 人家拳击就欢呼啦 这个航班终于可以顺利起飞 那你有没有发生过就是那个 屁脓道就一直 出来 是没有 但是我有不小心放出来 但我觉得太呃 然后旁边的人 出出来 我跟你说 我知道一个在办公室放屁的庙子 嗯 怎麼妙子啊 反正你每次放完屁之後 你就朝空中噴幾下酒精 啊 很有效 因為酒精的濃的味道 又比那個屁的味道更強烈 所以我下次知道小蘭在噴酒精 就是她放屁的時候啦 很有效 那我們來看下一則新聞 本週的最後一則新聞呢 也是蠻有趣的啦 我最近挑新聞都挑有趣的比較多 比較輕鬆嘛 對因為畢竟過年嘛 大家就是輕輕鬆鬆開開心心 大家有沒有打過一一九求救的這個經驗呢 就是打這個緊急專線啦 小蘭有嗎 好像有過 有過嗎是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看到路人發生車禍 就是很嚴重的意外發生的時候 就會想要打一一九對不對 那這個在美國啊 他們統計了哪些事情是最扯的 打一一九的理由 這個排行榜第一名就是啊 這在美國就有一些家庭嘛 他們喜歡吃墨西哥菜之類的 或是喜歡加辣椒 你知道美國美墨有那種母鬼椒嗎 我知道鬼椒 對非常可怕的辣度嘛 就有發生過這家庭裡頭 有沒有媽媽做菜的時候啊 切一些就揉一下眼睛 他眼睛就劇痛嘛 因為太辣了 於是老公就趕快打一一九說 我老婆辣到眼睛啦 這個如果在中國的話 可能這個救護專線人員 什麼你老婆長的辣眼睛 太辣眼了 要去整形診所才對吧 這個救護專線人員就說 那趕快大家沖水做一些檢疫處理 因為其實這可能不用勞煩到 救護車出動 因為畢竟他們這國家地幅寬廣啦 出動一次車呢 你可能就會影響到很多意外 或是重病 差點要過世的人 就因此過世 第二名呢 我們後來又看到了 像是有那種啊 我吃烤肉吃太多 我胃好痛啊 就不要吃那麼多 還有發生過那種 我戒指卡在手指上了 拿不下來啊 還有我手卡到門裡頭那種柵欄 讓很多小屁孩 我知道 就會頭卡到門啊 或是卡到椅子裡頭 還有那個手指插進去椅子 就拔不出來那一種 對就是有這種比較小的事情 但是就勞駕他們出動了 導致啊 佔用非常多的醫療資源 這個美國的這個救護協會 馬上就也是宣導大家 如果不是什麼大事情 希望大家不要打119來戰線 那台灣肯定也是有非常多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剛剛這幾種 好像台灣都會發生 台灣應該很常見 我們很濫用 因為目前台灣小嘛 而且我們的救護密度算是緊密很多啦 那但是雖然我們有這麼方便的資源 而且我們健保制度又非常好 但是也是建議大家 不要濫用醫療資源啊 讓這個資源呢 留給有需要的人 也許未來就可以救你自己一命哦 好本週的這個新聞 還有從事都結束啦 不知道今天看完我們的影片呢 有沒有什麼特別想法 或是你有什麼樣的這個經驗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最重要的事呢 是幫我們怎麼樣 點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記得不要濫用醫療資源啊 最重要的就是啊 看到路上有救護車的時候 記得要避讓啊 不要擋住啊 不要擋在人家面前啊 或是人家那個車響 你不要那個帶抗噪耳機 哇完全聽不到外面的聲音啊 一定你如果在騎車的時候 建議大家還是帶那種可以通透模式 或者是你就一邊就好 一邊我怕你方向會判斷不了 因為救護車他從哪一段出來是不清楚的 所以說啊你如果今天騎車的話 一定要記得把你的耳機呢 打開也能夠聽到旁邊噪音 好那我們本週新聞節目之後 那我是裴昇 謝謝啊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 影片結束囉 記得訂閱點讚加分享 小鈴鐺也別忘記按喔 掰掰